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六亲缘浅 六亲缘浅就是他们的身边 虽有很多的亲人或亲戚 却感受不到亲人的温暖和疼爱 父母不疼 长辈不爱 以为的好友 也不真心对待 除社会工作后 同事排挤和算计 成长环境艰辛 情感上永远都是孤单的 即便是对人热情真心 也总被误解和伤害 得到未必是福 失去未必是祸 人生就是一场经历 不会真正的拥有什么 来去之间空空的来 空空的去 所以也就无所谓拥有 不过是一场经历 在人间路过而已 有人说 六亲缘薄的人 更有福德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人的每一世都是来了结因果的 修行越深入的 就跟外界两不相欠 跟外界的关系越复杂 说明业力越重 无挂无碍大道方程 六亲缘浅 说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世了 不见任何人 不需要再来人间轮回了 我们常说的六亲缘浅 指的是少年缺少父母的疼爱 长大后也没有真心的朋友 婚姻感情也是挫折不断 生活中缺少关心照顾 然而为什么说这些人 反而是最有福报的呢 因为人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在顺境时 你身边似乎都是善良友好的人 当你遇到困境时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给你致命一击 如果你能早点看到这一点 也许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有些孤独 但至少让你早点清醒 那些从小就缺少家庭关爱 很年轻就踏入社会历练的人 在三十几岁时 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相较于在顺境中长大的那些人 也许三十几岁 还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 所以才说六亲原浅的人 才是最有福报的 他们在年轻时 就经历了人生的冷暖 和事态的炎凉 虽然孤独 但至少自由且清醒 如何看待低谷期 在你人生低谷期 离你而去的朋友 本身就没把你当朋友 年轻时总以为坦诚相待 就能换来惺惺相惜 历尽沧桑后 才明白事事总浮沉 人心亦反复 往往身处低谷 最能看情人心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真正在意你的人 不会在你落魄时 袖手旁观 不会在你落魄时 隔岸观火 人在得意时 我们的身边总有锦上添花的人 身处低谷时 愿意雪中送炭的人 屈指可数 当你身处高位时 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 当你身处卑微时 才有机会看到事态真相 或许这就是人生 不经历一次低谷 永远看不清事态炎凉 只有落魄一次 才会真切地体会到人情冷暖 并非所有的人都值得真心对待 的确很多事很多人 只有经历过 才知冷暖 才能辨别真假 不必遗憾 不必悲伤 对于那些两面三刀的人 趁早远离 果断转身 未必是件坏事 人这一辈子是 会遇到很多的人和事 却不是所有的遇见 都能恰逢其时 得偿所愿 强摘的瓜不甜 强求的事不圆 凡事过于强求 对别人和自己都是负累 想要的东西要尽全力去追寻 也要本住一颗平常心 来面对结果真正的顺其自然 应该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 人生本来就不完美 既然无法强求 不如随遇而安 坦然面对种种的得失 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 能让你的情绪稳定 让你敞开心扉 让你更加自信 更有好奇心 去探索这个世界 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珍惜 双向奔赴 就是当你奋不顾身 为一个人的时候 对方恰巧也在热烈地回应你 事事无常 福祸相依 一切皆是定数 一昧的强求 只会自讨苦吃 凡事尽力而为 得失随缘 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凡事不必强求 随缘 随性 随喜 人生在世不如意有十之八九 有些是注定是躲不开 逃不过 有些东西是你的 任谁也抢不走 不属于你的东西 强求的来 必如愿 与其执拗的坚持 不如痛快地放手 以平常心看待无常事 凡事不强求 顺其自然就好 毕竟失去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不论和谁相处 但凡辛苦便是强求 有心想走的人留不住 与其勉强而来的 不如淡然地面对聚散离别 来往皆是客 聚散都随缘 人这一生 并非事事如愿 渐渐圆满 遗憾本来就是人生常态 与其苦苦地纠缠 虚假地试探 不如随遇而安 放下执着 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即可 人生其实就是一条只能往前走的河流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加倍善待自己 多行好事 少碰因果 不要轻易地垂头丧气 这个世界上 至少还有你爱住自己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您有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点赞收藏 随习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你 咱赛 disse 还 或者 亚